車輛行駛在深溪路上 不少駕駛人發現 右側路邊突然多了一整排的汽車停車格 讓車道突然縮減 又往前騎100公尺 又變成兩個車道 一下兩個車道 那一下又回到一個車道等等 這樣的狀況 那其實造成 這個一下要合在一起又要分開 那其實造成這個用路人 很大的不安全跟不方便 兩個車道變成一個車道 最後再恢復成兩個車道 地點在新一區深溪路上 每天車流量大 但今年3月 市任府突然在路邊規劃了 10多個收費汽車停車格 讓該路段路幅將近100公尺 車道突然縮減 我們的機車的話 轉的時候的話 它就必須要往所謂的中線移動 那往快車道移動的時候 就會發生危險 那尤其在尖峰時刻的時候 車輛是特別多 除了造成行車安全有疑慮 上下班時間這裡車輛多 更是出現了回堵情況 市議員韓市域邀請了交通處等單位現場會刊 建議將路段的停車位進行調整 民眾所託的話是希望說 現行的狀況部分的話 要予以做一個改善 那另外的話市議員是建議說 那周圍附近的話 也有公有土地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請 我們市政府這邊 那來研究 那是否可以做一個 公有停車場的一個可能性 江湖市這邊會把這個地方意見 帶回去統一去做一個評估 那針對交通動線或是停車格化設的部分 我們會妥善來去做研究 深溪路車流量大 車速都很快 增加路邊停車格 解決停車不足的需求 雖然是一件美意 但車道縮減又增加 對行車安全恐怕會有影響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